蔡司翰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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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去找愛的法門 那里去心情的灰燈 风吹走浮沉 吹走浮沉 无灭的心给我指引 你与我也远 同理我而今 思念没有声音 却能颠倒乾坤 却能颠倒乾坤 日月星辰 只是陪着 有你的地方 温暖如春 岁月无痕 不该我寻 你爱的力量 永远不该我心 你爱的力量 永迟不清 一点一滴 一滴 一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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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滚 一滚 一滚 二滚 一滚 爹 爹 爹 少爷 我求求你 你放了我的女儿吧 滚开 前少爷 我求求你 你放了我的女儿吧 滚开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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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爹 救命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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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什么 华山女妖在此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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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人 得了 表妹 你我从小光着屁股长大 赶紧把脸上那块植子就不够扯下来吧 为什么每次都会被你认出来 秦天赋 你现在不怕我了 我告诉你啊 如今的表哥 已经不是四年前的表哥了 好 就看在我们上一代的份上 我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再不重新做人 我的剑可不是你做表哥 表妹啊 别一天到晚装神弄鬼招摇撞骗了 今儿说 朱伯剑是你师父 明儿又说 见到哪吒了 后儿又说二郎神是你家仇人 天哪 表妹啊 我求求你了 你醒醒吧 二郎神是你家仇人 你配吗 二郎神是他家仇人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他求求你了 你太不想了 你以后 再也不会有机会叫你表哥了 你怎么会武功的 三脚猫的功夫 别在这儿丢人泄眼了 你 你等着 走 太节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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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快起来吧 你没事吧 拿 拿去吧 不不不 我不能要 拿着吧 来 拿着 拿去吧 多谢华山女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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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长得漂亮 快胡家去吧 师父 又来了 我说过我不是你师父 是 华山女妖 秦天父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一神法术 要不是您帮忙 我居然斗不过他 这件事也怪我 你还记得秦岭那个 专稀婴儿脑髓的妖僧吗 记得呀 我以为他真能改邪归正才放了他 但他不知道又跟哪个妖精修行了两年 这次下山是找我报仇来了 那和秦天父有什么关系啊 他现在就寄居在秦天父家里 并且让秦天父帮他继续收集新生婴儿 近十天来 华山周边已经有几十个婴儿 惨遭他们的毒手了 那你为什么不除掉他们呢 今天晚上 我本想杀了他们师徒 可即将出手的时候 听那个妖僧说 他祖师爷爷最近要来 我想那个妖僧的祖师爷爷 一定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我就想 把那个祖师爷爷也引出来 一网打尽 可现在看来等不及了 为什么 跨山附近今天将会有三个婴儿降生 若他们分头去残害这些孩子的性命 我一个人怎么顾得过来呢 对了 秦天父刚修行不久 我怎么打不过他了 因为他也吸婴儿的脑髓 那你为什么不顺势把他杀了 我正想利用他把他师父引来 对了丁香 你快点回家吧 他们一定会到你家里去找你算账的 是 我 快开门 你快开门呀 快开门呀 快开门哪 你是不放心我 还是不放心你侄子啊 小姐 丁香 快开门哪 小姐 小姐 快开门哪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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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面熟啊 是啊 在秦令的时候 是谁把头磕得像捣蒜一样 指天发誓的 别吵了 我偏要说 哎 表哥 你拜什么师父不好 却拜了一个只会下跪磕头的当师父 哼 你看 他的脑袋都磕亮了 你真敢哪 我找你两年了 终于露灭了 师父 打蛋 师父 两年不见 果然法力大增满 打蛋 师父 打蛋 师父 打蛋 师父 仙姑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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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姑 仙姑饶命啊 仙姑 仙姑 别跑 仙姑饶命 仙姑饶命啊 仙 仙 仙姑 饶命啊 仙 仙姑 饶命 饶命啊 我没说错吧 仙姑 仙姑 饶命啊 仙姑 饶命啊 仙姑 饶我吧 仙姑 我再也不敢了 仙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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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也有法力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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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为什么谢我啊 因为 我不敢杀人 出开 怎么回事啊 你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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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疯的东西 你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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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挤逃 你抓住 ��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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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看你法力不弱 欺负一个凡人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跟我比划比划 杀了他 杀了他 跪下 不许杀了他 不许杀了他 杀了人 杀了人 天天不想爬了 天天不要爬了 爬了 爬了 你 manship 夸鸡蛋 不能走 打人拿 绝括 绝括减括 减括 绝括 脏 Понял 别咋了 不要咋了 来也咋了 别咋了 这个少vine和划山女家 丁湘小姐 别咋啦 别咋啦 丁湘小姐好 都行 丁湘小姐 他为什么要打划山女啊 没事 怎么也不烧个信来 都四年了 没人替我送信 先去我家 我娘早就想见你了 走 你放了他 放兄 打他 小小年纪的好 不关心红草 把人家乱打人 真的 真的 红草 把人家乱打人 这个人我不认识 你们看着办吧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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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跑 走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刘辰湘啊 你也不看清楚他要杀的是什么人 那个凡人 作恶多端 最近被他要练法术 害了好几十个婴儿的性命 你还救他 啊 我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灵家华山女妖啊 制服了看守你娘的山神 服侍了你娘三年 比我做的都多 她又在华山周边 降妖 浮魔 驱病 除灾 造福百姓 你还把她给弄伤了 你行啊 看来我真够忘恩负义的 你以后啊 做事别这么猫草了好不好 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学了几年本事就学成这样了 丁先生教训得是 我以后一定搞清楚看明白再动手 行了 好了 回家吧 嗯 你这样 我又不是故意的吗 哎呦 你怎么了 啊 啊 你看我这一身 我还是先把我娘接出来 再一块儿来你们家吧 你就这么去见三圣母啊 好得也要换身衣服吧 走吧 走啊 一个姑娘家 大庭广众之下的 她是什么人呀 她 她姓刘 姓什么你也不能拉 莫 莫非 莫非就是刘彦昌先生的公子 刘沉湘 沉湘 沉湘见过伯母 快 请 快请进快请进 死丫子 不早说 请进 请进 兵安备茶去 请 请 请 来 你受伤了 你受伤了 是不是二郎神来了 不是 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这么说 是她来了 对 所以我该走了 谁把你打伤的 难道是她 不 她不知道是我 你伤得厉害吗 我自己能处理 有什么话 需要我转告她吗 您不要跟她提起我 谢谢你这三年 对我的照顾 和对华山百姓的恩德 我养好了伤就离开 三世母 你们多保重 你也保重 姑娘 你记着 你已经不见她什么了 你不用再内疚了 我 你不见得了 我 我 你哪有 你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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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 娘 你看 来 没想到穿着这么合身 这是我爹当年穿过的衣裳 不知道我爹穿上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爹当年穿过的 不知道我爹穿上有没有这么好看 你想什么呢 没有 没有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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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啦 什么事啊 二郎神死了 二郎神死了 他怎么死的 上吊死的 太有上吊 走走走 你别误会 是丁香啊 在外边捡了一条狗 他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二郎神 二郎神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二郎神 你怎么这么傻呀 小姐 别哭啦 节哀顺变吧 别哭啦 他怎么在这里 你认识他呀 他是孝天犬呀 表示孝天犬呀 站住 站住 不请过来 这不是被贬下凡肩的孝天犬吗 烧废话 找你们家阎王有急事 小王参见险胜二郎真君 阎王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小王是来传话来的 替谁传话 小天选 他说他已经发现了 沉香的踪迹在哪里 这个 这个他没说 心眼还不少 你先回去 我马上派人去阴间接他 小王告退了 等等 刘燕昌在你那里怎么样了 小王奉真君之命 让他在十八层地狱层层受罪 从来没有半点怯戴过 他求饶过吗 这个据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软话呀 把你们阴间最残酷的刑法都使出来 不开口求饶 绝不能放不倒 是 是 是 各位乡亲听好了啊 三圣母的儿子一城下山来救三圣母 各位乡亲给点声势 助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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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他去了华山 我就不用费那么大劲把你们哥几个都叫回来了 主人 也好 你们和啸天犬一起去务必把宝莲丹给我拿回来 切记 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是 二爷 这万一太上老君的仙丹落入了陈湘的口中 嗯 就算这次去的是孙悟空 我也敢保证他出不了华山 您看看我这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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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 这个 这 对 什么 这是 他 有把握一定能救出三圣母吗 没问题 这把斧子是太上老君披柴用的 风力无比 那最好 弄这么大的场面 要是不把三圣母接回来 我们就下不了台了 放心吧 快点快点 快 快 快点 快点 对对对 是这个 快快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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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儿干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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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可厉害了 娘 沉香接你来啦 那口气还在这儿呢 今天可不是一口气 不是一口气 是一滴血啊 不 是一颗心 心 你把心放这儿 那你真身的心在哪儿 对了 反正你就没有什么良心 那时你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心 比如说爱心野心都是心 那你这颗心是什么心啊 你没有机会知道了 这样的大话说多少遍了 你真的不脸红吗 沉香 我向你保证 这是最后一遍 外面敲锣打鼓的声音 你都听见了吧 山下还有数万百姓在等着看我娘 这次就是要浮风光光的把我娘接出去 如果接不出去不用你动手 我自己休都休死了 你这就叫自大 名师调教出来的徒弟都有这个毛病 初出茅庐就狂的没边 沉香 你将会为你的自大付出代价 就像你说的 你将没有脸面再见华山百姓 我看这回没脸见人哪 是你 我又为你设了一道关 和上次一样 闯过这道关 就能见到你母亲 闯不过 你就会被困在关内 沉香 想清楚 往前走还是往后退 当然是往前走了 你最害怕的事是什么 多谢你送我的勇气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真的吗 这里有五千本书 你要闯的第一关就是 把这五千本书 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背错一个字 你就出不了这一关 破不了这一关 你就会永远被困在关内 五千本书 那你要我背到何年何月呀 如果你两天背一本的话 大概需要背三十年 我明白了 你是想把我永远困在这里 永远都救不出我你的 如果你能出来 还是有机会的 那我出来 都已经是五十年后的事情了 那你就看着办吧 这里的藏书十分丰富 四书五经 诗词歌赋 各种兵法 以及历代王侯将相的传奇传记 各路神仙得道之路等等等等 你慢慢看吧 五千本书啊 我得背到红年马月 我什么时候才能救出我娘 五千本书啊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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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有坚定的决心 充足的信心 和足够的耐心 没有这些 法力再强大 也只不过是莽夫之勇 决心 耐心 来吧 来吧 我该怎么办 二千本书 二郎神 你出来吧 这一关我已经破了 你全被绘了 不错 一字不漏 左边数第一排第三本的 第八页第九行是什么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出赛 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 而臣道一端 所道则一 而所绳则一也 右边数第二排第三十六本 第二十页第十三行是什么 南唐后主李玉的诗句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右边数第三排第七十二本 第三十六页倒数第四行 《武王列传》中 商纣王对达己说的一句话 美人奉体安康否 他居然过去了 没想到你竟然过了这一关 但是有一件事我很奇怪 你这么一个讨厌读书的人 怎么可能背会这五千本书 是的 那毕竟是五千本书 但是只要有决心 信心和耐心 就算是五万本 我也一样能背下来 看来我失策了 你的确是失策了 我的胡子一天比一天长 懂得道理就一天比一天多 多懂一点道理就会多一份快乐 我的胡子呢 多三四个时辰过去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我进去看看 不行不行 你进去不是给他添乱吗 你占了大便宜 你用了三个时辰 读了别人三十年都读不完的书 三个时辰 不错 你进入的是一个虚幻的时空 这一关正是我用自己的决心 信心和耐心设计的 陈香 你闯过了这道关 你也拥有了决心 信心和耐心 你可以去见你娘了 你也拥有了 你做这种福 不错 你快走 我家 你快走 你步行 你快走 我太好了 你快走 你快走 不错 大家都 你快走 你们快走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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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拼不开的 娘 你后退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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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姐 小心哪 少姐 我们先走了 陈香 不要 华山出事了 我们快下去看看 怎么会这样 陈香 你救不住娘的 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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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香 住手 娘 娘 你已经引起了山崩 再辟下去 华山的百姓 却要遭殃了 娘 娘 对不起 是我无能 你不要难过 娘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已经很满意了 陈香 你要去哪儿 我要让田庭把你放出来 不 你回来 他们不放你 我就像八百年轻的孙悟空一样 搅得天翻地覆 你回来 陈香 你那样做 这会酿成更大的灾难 陈香 你不要去 娘 为了要救您 宝莲登丢了 死姨母为我而死 娘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哪 陈香 你别着急 总有一天你能把娘救出去的 但现在时机不到 就算你救出了娘 娘依然是触犯天条的罪人 天庭依然还会对付我们 那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陈香 娘虽然触犯了天条 但娘一直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 只有让天庭意识到这一点 让他们主动赦免了娘 娘才能和你们过上平安的日子 您没有错 那就是天庭错了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 到底是谁错了 错在了哪里 我想了二十年也没想明白 陈香 你什么时候想明白呢 什么时候就能把娘救出去 还有 如果你想救娘出去的话 和天庭对抗是行不通的 陈香 陈香 梅山兄弟和萧天犬来了 你们快走啊 陈香 梅山兄弟和萧天犬来了 你快走 来了正好 教训教训他们 陈香 你忘了娘刚才说的话了 不要和他们对抗 你快走 无论如何 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 小金卷不是死了吗 快走啊 地下 你们不走 陈香无法脱身 快啊 上仙哪 你们可来了 那个陈香在里面 走 快走 走吧 快走吧 走 走啊 走 走 走 进去看看 走 三少母 陈香呢 他走了 跑了 他能跑得了 他还没死 别让那个麻风跑了 打死他 走 走 你 qualcosa 你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呀你 放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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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死他们 快点火 放水啊 放水 快快快 放水啊 老四 老四快收门啊老四 快收门 快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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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了 ãy走 快走 剪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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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